大家好,我是雷妮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出國旅遊到底應該要怎麼分配資金 才是最適合的方式呢? 有非常多人跑來問我 要去歐洲旅行一個月 或者是半個月 如果我是自助旅行 不是跟團的話 我應該要怎麼帶錢才夠呢? 許多人在一開始 第一次前往歐美旅行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天真的去想 自己應該要身懷巨款 帶個可能五萬、十萬在身上 但是這樣子下來 整趟旅行都不會太安心 而且有非常多的過去的案例 因為帶了太多的現金 讓我們華人容易成為 找偷、下手的目標 因此我強烈的建議大家 現金不要帶了太多 談到旅遊帶錢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真正會帶的東西 就只有幾樣 第一個就是現金 第二個是旅行支票 第三個是提款卡 第四個是信用卡 通常我會強烈的建議大家 現金不用帶的太多 我都會抓到大概 一兩萬台幣左右 如果超過這個的部分 我就會使用金融卡來代替 比方自己需要支付現金的開銷 像是小吃攤啊 或者是賭場啊之類的 因為在出國旅行的時候 然後機票、飯店、跨國交通的費用 我們基本上已經完全遮蓋掉了 所以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再代替的支出 大部分的錢呢 只會在當地付門票 或者是吃飯 買一些紀念品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比較需要用到現金來支付 在某些國家因為非常的先進 所以就跟台灣一樣 你到處都可以使用信用卡 所以呢 如果能夠使用信用卡的時候 我會盡可能的使用信用卡 因為一來呢 貨率會比較優惠 二來呢 它可以幫助我記帳 在我回國之後 我可能沒辦法記錄 所有的那麼細節的開銷 可是我只要看到我的信用卡對帳單 我就可以知道我到底的花費都花到哪裡去了 所以信用卡也是一個我非常喜歡 在國外使用的支付工具 特別是有些信用卡呢 它的海外現金回饋非常的高 所以你不只賺回了海外刷卡手續費 還額外賺了一些現金回饋 如果是買比較高額的開銷的話 其實是還蠻划算的 所以我在配置上面呢 我主要的方式就是我會帶小小的現金 然後在當地的消費 只要能刷卡 我就盡可能的用刷卡代替 如果說在當地使用的現金不夠的時候 我就會帶著提款卡 去當地的ATM提領現金 那大家特別注意的是 跨國提款功能是必須要在銀行 或者是郵局你直接領位辦理 它才會幫你開通的 而且到了國外 比如說像我在德國 英國、法國、美國 還有泰國、日本 我都提過現金 那它的形式呢 其實是會有一個發卡組織的mark 以我這張卡片為例呢 我這張是富邦的金融卡 那上面就會有Circus的字樣 那Circus的字樣呢 就代表說這台機器呢 你可以用這張卡片來提領你要的現金 提領出來的呢 通常都會是當地的貨幣 它會自動的去從你的台幣戶的扣款 它會用當時的幾期匯率計算 還會加上少少的手續費 大概是75塊台幣左右 大家會覺得75塊台幣的提款手續費 聽起來好像很多 可是當你加上了幾期匯率 跟現金匯率的匯差之後 你就會發現其實並沒有比較貴 特別是在匯率還在浮動的時候 其實選擇提款的方式不見得不有利 最後會有些人問我說 我沒有信用卡 或者是我的信用卡額度低 那我在國外應該怎麼辦呢 通常有種狀況 你可以去選擇Visa的金融卡 雖然金融卡裡面有多少錢 你就可以刷多少額度 但是它沒有什麼門檻的限制 而且它一樣有Visa或Messive卡字樣 如果你是學生 信用卡額度太低 或者是你是小資助 你在國外需要使用到刷卡服務 但是你的信用卡額度太低 或是還沒有信用卡的話 你就可以用Visa金融卡 來代替刷卡這件事情 最後既然已經談到了 旅遊的金錢的預算分配呢 那就要談到更換一切旅行的時候 我都會設定一個預算的上限 比如說我這趟的歐洲之旅 我的預算是10萬元 那我在10萬元扣除掉了我的機票 住宿其他的開銷以後 那麼我剩下的再會分配在我的現金 或者是金融卡的部分 然後信用卡的話 就是抓緊額度來做消費 希望我今天的影片呢 能帶給大家一點靈感 如果你出國旅遊 但是對於出國怎麼代錢 這件事情毫無頭緒的話 就可以參考這支影片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囉 有任何問題歡迎留言跟我說 也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的理財教學呢 就在下次再分享給大家囉 掰掰